当地时间12月5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宣布 正式要求众议院司法委员会 起草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条款 在佩洛西宣布该消息后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回应称 共和党从未如此团结过 他相信共和党会赢 对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 12月4日举行的首场 针对特朗普弹劾调查的听证会 特朗普发文称 无所作为的民主党并没有所谓的弹劾案 他们其实正在贬低美国 草拟弹劾条款是弹劾总统调查中的重要环节 在弹劾条款完成后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将对条款进行表决 如果表决通过 弹劾条款将被提交至众议院 由全体众议员辩论并表决 该表决实行简单多数原则 如果表决通过 特朗普将正式被弹劾 之后该弹劾案将由参议院审理 2019年8月 美国一名情报界人士匿名检举 特朗普7月在同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通话时 要求对方调查美国民主党总统 竞选人拜登及其儿子等 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9月 启动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本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